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台股今天是回神 漲了165點 但是領軍的是台積電 台積電幾乎就佔了大部分的漲點 當然台積電相關的設備供應鏈 等一下也會來好好的探討一下 今天的量能縮起來 應該很多人都覺得明天會放假 現在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明天開盤的話 我們要做如何的打算 因為陸股在修飾中 台股今天還有很多的好股票 等一下聽聽專家講 你就知道現在的選擇真的非常多 好 首先來歡迎國泰正旗的蔡明翰 明翰經理 明翰經理提醒大家 雖然大家有放假的心 可是美國有很多重要的數據 陸續會公佈 例如說禮拜五就有失業率 失業率真的很重要 上次公佈失業率 美國是大崩了一段 台股也跟著跌 那禮拜五的失業率 還有非農就業人口 到底該怎麼看 等一下總經數據 明翰經理會幫您講 還有他依舊非常看好 台積電帶領的半導體設備股 等一下 半導體設備 CPU繼續幫您點點名喔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產業趨勢專家 王建文 王伯 安妮奇 安妮奇永遠都是非常有活力 而且樂觀的 十月的開盤第一天 我們收來了紅盤 所以安妮奇告訴你 第四季很可能叫做 神龍白尾 充滿樂觀喔 那擺這個尾可以看什麼呢 非常低位階的中概股 還有蘋果默默要創高囉 我們的平概股 是不是也應該跟著蘋果的腳步 一起來創高一下呢 安妮奇 等一下把信心帶給你喔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籌碼專家 全鎮小哥 好 哥看籌碼 早早幫我們抓到了誰 抓到了鋼鐵股的聚亨喔 當時哥來的時候還講到說 嗯 那時候比較像是單點打擊喔 族群很分散 大戶也很分散 但是隨著中國的救防措施一出來 等一下小哥會告訴您喔 鋼鐵股的籌碼 現在是有族群性的這個指標很重要喔 因為有族群性就代表 可能會走一個波段行情 另外IC設計股 好 很多小的IC設計股 其實背後都有可轉在做支撐 今天盤面上還有一個族群亮眼 叫做能源 等一下能源邦尼也做籌碼見解了 好 首先有請明漢經理 好 明漢經理 經濟數據我們不要忘記 不要一直在等颱風架 美國沒有颱風架 所以陸續會有一些重要的數據開出來 台積電昨天殺今天拉 很多人都很惡望了 早知道殺就要買 早知道殺就要買 好像變成鐵綠了 所以跟著他的半導體設備跟CPO 到底有沒有人會代工 好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經濟數據的一個部分 到底影響性 應該說經濟數據重點還是在FED的一個動向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來講 應該說FED昨天有提到說 目前角度大家在等十一月 原本市場預期還有可能再降兩碼 但是昨天有點澆人水 他是說理論上應該是一碼暗示 可是我之前就提到 我覺得目前的角度 看起來兩碼一碼 其實對股市都是有利的 簡單來講就是他一直講到說 經濟沒有太大的問題 經濟沒問題 上次降兩碼 大家也認為說 好 他既然都說經濟沒問題 降兩碼反而對股市好 如果萬一只降一碼 又說就表示經濟更沒問題 他才敢降一碼 所以看起來目前 我覺得都還是正向 至於這個AI的部分來講 原本是提到說 中國的部分有提及 最就是希望企業不要跟輝達 買這個H20的部分 那希望說跟這個所謂的 他們自家中國的廠商買 那但是今天就是商務部的部分 又有提到說要放寬中東AI的出口管制令 之前是中國 中東 那目前中國是沒有開放 中東的部分希望放寬 所以哪怕說中國的部分 其實佔輝達的營收 其實目前已經不到十個percent 那理論上訊息面有 那如果說能夠轉向中東 其實對輝達的影響性會明顯的降低 所以整體架構 當然在昨天的輝達能夠 最後拉尾盤拉上來 對今天台積電的一個部分來講 會有一定的激勵效果 但是我個人覺得台積電 其實最主要還是因為昨天是因為 為季底的權重調整 是 尾盤的部分大量灌壓 對 所以本來就是猜測到今天來講 本來就會有一個比較強勢反彈 簡單來講所有的賣壓 就到昨天的一點半結束 今天自然就會反彈 但是照理說就是今天的一個 反向的一個反彈過後 未來就是要看整個盤面的結構 那上次就有提到節目有跟大家提到 後續比較重要的關鍵點 還是美股 尤其是備半的走勢 那當時在半年線 那目前備半其實都已經來到季線上了 所以哪怕昨天我們自己獨跌 台積電指數都跌破季線 其實真的就是告訴大家 備半都在季線上 其實跟大家講不用緊張 沒有太大的壓力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我要跟大家提到 最近市場最夯的可能是在入股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你會發現其實入股跟台股的關聯係數 是負的零點三 好 確實啦 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跟入股幾乎已經不連動了 很多年之前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是連動 對 甚至這樣講好了 我給大家觀念 就今年以來 台股是持續往上走的 但是入股到最近才開始反彈 本來是持續下跌 或者是我們講到昨天 最後一天 他要封關之前 他大漲了八個 可是我們跌了六百點 所以常常跟大家講 入股 台股不可能靠入股 就 那我們跟日本股市的關聯度 零點八算高 可是重點是可以看到 S&P500零點九五已經幾乎是 一比一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中長線來講 我們還是要看這個美股的臉色 那所以比較重要的關鍵點 其實包含今天晚上要公佈的 ISM製造業指數 甚至在非農就業 我覺得這兩個真的蠻重要 為什麼那麼重要 可以看到這個所謂跳空的缺口 就是都是這兩個數字所造成 所以大家總不希望 大家總不希望又複製 當時的格局吧 所以確實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要告訴大家 現在市場預估值 今天晚上出來的數字 預估值是四七點二 跟前一個月是一樣的 如果今天晚上公佈 真的是比這個更低 那就真的是利空 如果出來又是不如預期 比原本預估低一點點 導致拉回 要告訴大家 那個都是買點不是賣點 一樣的問題 上次真正的大魔王 是在非農就業 因為出來這四點三個 percent 超乎市場預期 而且你也看到 確實是波段的高點 所以導致股市崩跌 那就是造成這一根所謂的 長黑黑棒的因素 那一樣問題 目前來講 市場預估值是在四點二 跟前一個月一樣 那包含新增就業人口 跟上個月差不多 除非失業率比四點三更高 出現四點四 那代表是真的是失控 那那個時間點 我們在討論說 是不是要撤退 否則如果出來又是稍微不如預期導致拉回 我告訴大家目前的經濟數據而言 稍有疲弱 但是對於美國經濟大幅衰退來講 其實談不上 所以如果又是因為稍微不如預期導致拉回 切記前幾次的現象 拉回其實要給大家是買點不是賣點 不要跟著去做沙滴的動作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關鍵點 所以目前的角度剛剛提到 不僅止於經濟數據 不是說 揮答的部分來講 也傳出正向的訊息 那這幾天這個所謂研究單位也有提到 大家之前最關注的 就GV200到底什麼時候 其實外資或甚至在揮答 自己都提到說 晶圓第四季應該就會出籠 那這個是舊的schedule 這是研調單位給的新的 後續調整的狀況 雖然說他認為 原本是認為在第四季就會出來 後續慢慢的會可能到第四季尾斷 但整體架構來講 還是認為今年會看到GV200的狀況 還是不變 那大摩有出具報告 有提到第四季的整個狀況不變 可是我覺得比較重要 他是他肯定說 目前已經開始量產 所以代表這個進程來講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其中有提到 我覺得有講了一個重點 剛好呼應市場講的 他有提到說 揮答目前在今年底就會出GV200 可是目前有一些技術上 還要再做調整 但他有提到 這是新品上市前很正常的 一個調整的狀況 那揮答好 自然台積電就不會差 因為揮答跟台積電 有一定的這個所謂的相互的 上下游的關係 那這塊只是要告訴他 這是台積電 四奈米跟五奈米的晶片 那這是今年的狀況 那比較特別 就是在這個綠色的 就是揮答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二三年 二四年 二五年 他的綠色這個區塊成長的速度很大 代表 對 就是揮答的一個比例大幅增加 那你會發現 到底是誰不見 就是這個紅色 蘋果的不見了 那蘋果好去拿 是因為他三奈米 全部都被蘋果給吃了 包走了 所以簡單來講 他現在的問題是四奈米 三奈米 其實幾乎都被人家包場了 所以理論上目前的需求 沒太大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他的產能能不能出得來 所以我還是要重申 從七月十八號 我們上次把說 就有來提到 其實就目前的角度 幾乎找不到敗向 但股價的一個部分來講 從七月十八號到現在 其實都是很像中 甚至曾經都還有很跌破到這個八百塊 左右的一個價位 所以我要再次重申 就是說回歸基本面 幾乎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投資人常常問說 可是為什麼他的股價一直在這裡 很像真理 或者這樣 這個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因為全球的趨勢 尤其是輝達 他如果不漲 他自然就會呈現比較大的壓力 尤其是國際股市只要不好 外資就會持續在他的這個身上提款 所以回過頭來 基本面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要再次重申 只要資金能夠回流AI 後續來講 他就有轉生的一個機會 那重點在哪裡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們上次來提到的 十一月的選舉 十月五號選舉 十月五號的選舉 那就過往紀錄 我們上次就跟大家提到 前一個月通常會導致指數 不見得會大跌 但是會導致 他相對比較沒有表現的空間 只有這次比較好 這是美國政治的波動 不確定指數 這次這個是今年的狀況 這是上一次大選的格局 所以這次來講 其實相對而言 不確定因素 反而市場認為是比較小的 雖然說我目前看到兩檔的這個差距 其實還在誤差範圍之內 可是市場恐慌性不大 所以我認為說指數壓回的空間不大 但是後續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比較大的全值股 可能還是等待十月做布局 那就過去經驗在選前一兩週之後 股價就有機會轉為強勢 短時間來講 可能就選擇一些中小型族群 跟之前跟大家提到 跟這些所謂的AI有關 或者是蘋果有關的個股 其實後續而言 在這個全值股還沒轉強之前 中小型股反而都還是有表現的空間 那剛剛提及這個概念 到底目前的角度誰能看 就是我們講到細光子跟設備族群 因為這些來講 跟台積電跟AI有直接的相關度 對 但是有好處 他們比較不受指數的壓抑的問題 所以相對來講 你一直會看到 他們一直在健康的輪動 那CBO的部分來講 這個長線的趨勢 尤其是目前又有這種所謂大聯盟 看起來這個趨勢會更加的確立 那另外這個大家再講到台積電 也在砸錢 在持續的買廠方 那最近的這個前三大的商業 不動產的這個交易 後續包含美光 包含日月光 這些未來都還要持續的設廠 設備族群 這個未來一定會看到這塊榮景 那這個是三家 包含不同的這個研究單位 給三條不同的線 那這是二四年狀況 再講到這個設備的一個支出狀況 其實二五 二六都是持續創高 這是三家 研調機構都認同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們提到今天來講 就跟大家講 細光子相關的個股 跟設備族群 只是我覺得很明顯 我覺得這兩個弄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 這本益比獲利的狀況 其實是有落差的 細光子相對來講 確實是獲利面 沒辦法跟設備族群對比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設備族群也不代表說以前一直都很好 是到了這兩年之後 因為台積電的因素 讓他們整個獲利面明顯 他們真的有拿到 所謂的資本支出這件事情 對 應該說這是兩三年前開始 他們就已經起飛了 那這塊是大家認為 在今年有了這個公版之後 未來兩三年之後 有機會複製設備族群 這樣的概念 那只是說 就目前的角度 投資人來講 就會變成是 你有辦法快進快出 或者是說市場波動 比較有辦法watch的 我覺得細光子是ok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我就是買來 通常我就是不太管了 然後可能一放 就是幾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了 我就覺得對比來講 設備族群又會更加的穩健 那選股來講我們今天就幫大家選 這個所謂的細光子的部分 好 細光子不要以為大家都在天上 有一些也是長這個樣子 甚至有人還往下 所以今天來講 就幫大家找一個整理過後 剛剛開始轉牆的個股 當然就相對來講就是問題 就是相對而言 細光子的為什麼位階會這麼低 就是獲利面是相對比較不好 然後資金也還沒有青賴他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我剛剛提到 如果大家覺得是趨勢 未來應該就會補漲機會 那另外剛剛講設備族群 加燈的部分 你一直很喜歡加燈 對 應該這樣講 你一直很喜歡他 你看這邊也有加 對 因為他是等於是台積電 這個唯一的供應商 所以相對來講 他跟台積電的業績面 會有一定的這關聯性 甚至我之前看到報告 他把他的營收 跟台積電的營收劃出來 他確實在台積電營收 暴增之前 他就有機會往上走高 那最近來講震盪整理之後 有開始轉強 上次我們在節目中 有跟他提到 對 四百多塊而已 所以簡單來講 我覺得這個趨勢是確立的 尤其我剛剛提到 有些投資人 不要覺得這個漲很多 本益比很高 但是我們對比來講 還是告訴大家 設備族群 對比西光子族群來講 他具有獲利的支撐 哪怕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 你追在高點了 結果殺下來 我就跟你講不用怕 你忍耐一下 他還是會有創高的動作 好 其實的話 股價都是有起有落 但投資人比較習慣 在大漲之後 才覺得自己好像錯過 也許改變一下投資結構 如果真的對這家公司有興趣 覺得有信心的話 可以等他修正的 比較明顯的時候 再介入 可能會買到比較好的價位 你可以要嘛就是價 可是我常常跟投資人講 其實你從量更好 你可以等他量說 大家不關注 大家不關注 媒體不寫的時候 去買他 就會更安全 媒體經理不講的時候 好好去做介入 然後 這邊非常謝謝媒體經理